一一豪江情 全权中国心 12月19日晚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 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观看了演出 演出现场灯光璀璨 欢乐喜庆 二十时许 欢乐的乐曲声响起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和夫人霍惠芬陪同下 步入晚会现场 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鼓乐齐鸣 热闹欢腾的南越武士表演拉开晚会序幕 我和我的祖国 妻子之歌等经典旋律一响起 便掀起了一阵高潮 功夫诗画《豪江雄风》以武术 舞蹈及朗诵 呈现了南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 琵琶 古霄 古琴 轮番上阵 令人如痴如醉 当晚 乐剧《花好月圆》农青登场 流行于珠三角一带的说唱艺术男音也被带上晚会舞台 澳门平侯表演艺术家潘玉霞 用一曲如珠如玉的唱段 引领观众走进这门传统而优美的艺术 请请讲述温馨一课节目中 今年重阳节和儿童节 收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回信的 澳门接放总会一郡中心长者一公组 及澳门豪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 派出代表何荣欢及郑宇涵一起登台讲述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澳门市民爱国爱傲的传承不变 我们见证了民族的正性 给您选新的小朋友之一 今天我和同学们来到这里 就是想告诉您 我们都是澳门回归祖国后出生的新一代澳门人 从出生那一刻起 就看到五星红旗在眼前刚刚飘扬 一老一少的深情讲述 让在场不少人泪目 当晚的节目精彩分成高潮迭起 赢得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晚会最后 习近平在崔石安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后任行政长官贺一成陪同夏走上舞台 同主要演制人员一一握手 并同现场观众一起高唱歌唱祖国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祝愿澳门明天更加美好 晚会气氛被推向高潮 歌声和掌声会成欢乐的海洋 不少现场观众表示 看完整场演出后深觉感动 也为澳门的明天送上美好的祝福 这样一场盛会 有我们的主席在 有澳门的居民 大家一起来参加 我想这是一个 不仅全澳门 普天同庆的时刻 感到非常的喜悦 我自己也经历了 澳门回归这么多年的变化 确实澳门的回归 这是二十年来变化太大了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也希望我们澳门发展得越来越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